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整个人变嗨了之后,他们决定晚点刺激的,他们将15枚鸡蛋煮熟之后去壳,然后通过肛门塞入了这名男子的职场。不久之后,男子感觉腹痛难耐,不得不前往当地医院。 一名医生介绍说,病人到达之后,心跳过快,呼吸急促,医生一开始怀疑这名男子是腹腔浓毒症,并进行了CT检查。 不过,检查显示男子盆腔结肠穿孔,在他的腹腔里,除了有大量水煮蛋,还有大量的空气和液体。 鉴于此,医生决定必须要对他施施紧急偷复树,我们尽可能地取出这15枚蛋,并彻底清洗了他的腹腔。 据介绍,这些水煮蛋让男子的肠臂出现了破裂的情况,医生将伤口进行了缝合,这段疯狂的毒品冒险经历让这名男子痛苦不堪。 但幸运的是,他后来的恢复状况良好,在加护病房里观察了几天就已经获准出院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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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